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上期节目呢,我们用这个猫精做了一个语音控制开关的教程 已经可以实现了用这个猫精的语音功能来开关一个小K空课的插座 那么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用这个猫精把传感器的内容取回来 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天猫精灵,卧室的传感器温度是多少? 天猫精灵,卧室的传感器湿度是多少? 卧室的传感器检测到的湿度为61.0% 大家看,天猫精灵 哎,我在 呃,没事了 好的,我随时都在,有时请随时呼唤我,再见 大家看,现在这个猫精已经成功的可以读取到温度和湿度传感器里面提供的数据了 那么我这个传感器呢,是我很久几个月之前吧,做了一期教程,教大家如何制作一个简单的用电池供电的温时传感器 电池能用一年到半年之间,我们用的是ESP01的芯片加上DHET11的温时传感模块,来组成的这么一个温时度传感器 他把数据呢,每隔15分钟送到我的平台一次 这个东西我已经搁了很久了,一直没有换电池,它的电量依然是有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我的频道找一找,之前有一期节目叫WiFi的温时度传感器 如何制作WiFi温时度传感器的教程 大家可以跟着传感器的教程制作一个这样的WiFi传感器 你可以把它扔到一些,比如说供电不是很方便的地方用这个电池 它可以用很长时间,而且这个造价也是很低的 一个ESP01的芯片加上一个DHET11的传感器,大概10块钱左右吧 加上电池可能10多块钱,这个就搞定了 如果你用一个费旧的充电宝呢,用充电宝供电也是ok的 那么呢,价格会更低了 好,那我现在呢,就教大家 怎样把这个传感器读出来的内容 让他知道 让他知道之后呢,你问他,他会告诉你 好,我们现在回到电脑端 回到电脑端,我们看一下到底怎样操作 才能让我们这个猫精读出我们传感器的内容 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Home Assistant上配置 传感器,配置这个 一个传感器上面有很多种 然后让这个猫精呢,可以 回答很多种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些其他的电子元件 比如说感应,像我之前介绍那些感应气压的等等的传感器 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你只需要按我的教程 把它一个一个集成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那个打开 我们打开Home Assistant的首页 然后点击左边的Configurator 如果你还没有我左边的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赶紧去我的频道的社区里下载我提供的镜像 刷了我的镜像之后 左边这些就全都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最下面 我们拉到最下面 我们需要加的就是 我现在给大家标出来的这些东西 这个group代表就是我们把 比如说我们把卧室和客厅分别的温湿度集成成一个传感器 这样的话呢 那个猫精就可以用这一个传感器 来识别传感器底下的各个子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猫精认识这个卧室的温湿度传感器 然后这个卧室的温湿度传感器下面有分别有温度和湿度 但是在猫精的APP里呢 只有一个传感器可以设置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做成一个组 做成一个组呢 这个组下面有两个子传感器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问这个猫精 我的传感器下面的每一个子传感器 取回的值是什么样子的 按照我这个配置呢 大家就可以实现我视频开始的那种效果了 好那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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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节目